越摸、越柔、越腫、越痛、越慘 你可以洗澡,但是這幾個禮拜都不要去柔 大眾不要去碰它 大眾都會說街友可能是一個防疫破口 那因為街友的習性可能也就是比較有病 對,所以我們才說人安基金會都在倡導說 街友也可以納入就是優先施打的優先族群 那我們這次非常感謝雲林縣政府 縣長還有衛生局的幫忙 就是來為我們人安基金會所收容的個案 來施打疫苗 上個月我們大概已經針對這三十幾位已經進行快篩 那全數陰性 所以我們就協助他們來做安置 那有十二位安置在我們仁安的平安站 那還有九位我們安置在園長 最重要我們還是要幫他們施打疫苗 因為他們還是居無定所 雖然有安置 那我們希望他們施打疫苗以後 也能夠很快產生保護力 產生抗體功能 我們就比較不擔心 在街頭去幾位 包括我們的行辦和公所的行辦 會作為協助他們 到附近的衛生所來接受疫苗 我們會來加上物資 還有防疫口罩酒精 希望他們也來好好保護自己 謝謝大家